哦啦 咪咪大大哟 我是爱聊原神的秋秋 今天给大家带来4.2至4.4原神规划 关注秋秋 后期也能第一时间获取原神最新消耗消哦 家人们 水神卡池就这样结束了 新卡池大家抽了吗 连一刻也没有为弗里娜小宝底歪了感到悲伤 立刻感到战场的事 沿续全村的希望 那位亚大小姐和将军的奶香一刀 紧随其后的是修药放肆的那个女人 以春节限定降魔大圣 后面卡池也更是重量级 原始压力拉满 不过别急 秋秋根据往期版本 大致推算了以下到4.4版本可得原始 帮助大家合理规划 4.2下版 一个小活动加两期深渊 固定原始项目不多说 一共4140原始 加上TJ提名奖励800 预计林克可得30抽 小月卡可得42抽 大小月卡可得46抽 如果原神获奖还能再得800 4.3上版大概率纳维亚UP 新四星笑卧雷陪跑 4.3大概率没要新途 活动方面我们就按照上版一大一小 下版两个小活动来计算 因此上版 林克预计可得30抽 小月卡可得42抽 大小月卡可得46抽 4.3下版按神明复刻规律 咱们的将军大人要来了 下版可得奖励不多 预计林克可得19抽 小月卡可得31抽 大小月卡可得35抽 4.3纳维亚雷神基本可以确定 另外的复刻角色 目前扑朔迷离 还在小宫 灵华 与异动阿贝多之间摇摆 好消息是 这几位角色的武器池 质量都比较高 想抽的小伙伴 可以等4.3前 沾直播的准确消息 4.4上版 又是一年海灯节 期待了几年的 流云接风真军 可能真的要来了 加上极可能开放的 陈域谷区域 球球反复看到 大量原石在回首了 参考4.1和4.2的 新地图开放 新增世界任务 加探索供奉等奖励 预计在3000左右原石 结合去年海灯节奖励 除了喜闻乐剑的 5000-10年 还有持续5天的邮件打写 又能拿三纠缠 合计 林克预计可得66抽 小月卡可得77抽 大小月卡可得81抽 直接一个小包顶 离流云真军又进一步 4.4下版 目前来看 离乐角色中 深刻甘于组团复刻的 可能性比较大 原石方面 林克可得24抽 小月卡可得36抽 大小月卡可得40抽 最后我们来汇总一下 从4.2下半至4.4结束 一共105天 历经5个卡池 整个林克 累计可得约172抽 小月卡累计可得 约231抽 大小月卡累计可得 约251抽 以上就是4.2至4.4 原石规划的相关内容了 原石统计 均为保守估计 实际奖励会更多 视频制作不易 还希望大家能给秋秋 一个免费的三连 谢谢大家